众所周知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 它们分别是古印度、古埃及、古中国、古巴比伦 以这些古国为起点 人类开启了不同的文明进程 以中国为代表的中华文明 是东方文明的代表 而以古巴比伦为起点 西亚也开启了两河流域文明 说到两河流域文明 其实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 最早苏美尔人在这里定居生活 建立了苏美尔文明 随着苏美尔王朝被外来的民族歼灭 巴比伦文明开启了 公元前1300年 亚述人崛起了建立了新的帝国 虽然他们努力复兴巴比伦文明 但是最终还是被波斯人所征服 随着塞留古时期的到来 巴比伦文明终结 虽然说在人类各个文明进程中 只有中华文明从来没有被中断过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 其他文明对人类的历史没有贡献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开启两河流域文明进程的苏美尔文明 苏美尔人为了方便记录自己民族的日常生活和重大事件 他们率先发明了著名的楔形文字 后来楔形文字被广泛的使用 扩展到了记录整个两河流域所有的苏美尔人的生活和文化范畴 苏美尔人的活动频繁 至今在伊拉克境内 还有大量的苏美尔人留下的各种的遗址 其中那些带有文字记录性的碑文 法典等为后人研究当时的人类文明的演变 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由于苏美尔人曾经统一了米索不达米亚 建立了众所周知的苏尔第三王朝 所以很多后来的学者都对苏美尔人记录的各种的碑文特别感兴趣 一些德国人甚至都想要去利用波斯语破解楔形文字 但是楔形文字是一种象形文字 就跟甲骨文一样 非常难以理解 中国现在的文字也就是汉字 是甲骨文经过长期的演变 简化得来的 是一种图形文字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文难学的原因 因为跟西方的那些拼音文字相比 显然图形变化更多 规律更难以掌握 所以虽然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 伊拉克境内的苏美尔人遗址中开始出现大量的碑文 其中有绝大部分 约十万多块被运抵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中 但是其真正用于研究的并不多 更为巧合的是呢 虽然史学家 文字学家 潜心地研究各种的碑文 但是最大的突破 居然是从一个印刷工人开始的 印刷工人 名为史密斯 那个时候呢 他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歇行文字爱好者 通过自己的努力啊 利用两年的时间 翻译了大量的碑文 其中就有一块碑文中记录了史前大洪水的情况 这块碑文呢 属于苏美尔人的著作《吉尔加美食史诗》中的一部分 上面所写的文字翻译过来 大概的意思就是呢 不要忘了给大船建造一个顶子 带上吃的用的东西去船上 并且呢带上动物和种子 随着史密斯翻译的深入 他越来越觉得啊 这段文字熟悉 这不就是圣经中所记述的 史前大洪水的一个景象吗 只不过呢 圣经中提到过这个大洪水呢 是神的惩罚 持续了数十天 具体来说是四十个昼夜 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啊 就连英国首相都前来听他的讲述 由此可见呢 这个发现是多么的重要 其实啊 说到史前大洪水呢 不仅是圣经中有所记载 就连中国的山海经 也对其有过类似的一个描述 不过无论是圣经还是山海经 显然呢 其记录的时间呢 都比吉尔切梅史史诗要晚很多 苏美尔人制作的这块碑文的时间 大约是在公元前三千年 至两千五百年左右 圣经成书时间约为公元前一千五百年 至四百年 也就是说啊 这笔圣经呢 是早了一千多年 这个消息啊 不静而走之后 各国的专家纷纷发表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很多人认为啊 既然苏美尔人都已经记录了这场大洪水的情况 可见其真实性啊 是十分可靠的 但是情况真的如此吗 虽然我们现在对当时的这段历史时期啊 没有更加直观的认知了 但是从理性的角度去分析 也许我们会得出不同的答案 对于大洪水是否曾经发生过 无非有三种解释 第一种发生过 而且事实的真实性和捷尔切美史史诗记录的完全一致 支持这一观点的主要原因呢 是有两个 一方面包括捷尔切美史史诗在内的西方文明 东方文明 西亚文明 都曾经在几乎同一时期记录了这场灾难 所以呢 其真实性啊 可以相互印证 另一方面呢 据相关的科学数据记载啊 在一万年前呢 世界被巨大的冰所覆盖着 后来啊 全球变暖了 冰雪融化 海平面呢 不断的上涨 幅度是很大的 有近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研磨 这一事件 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也许当时的人们呢 头脑中呢 没有地球的概念 没有科学的概念 所以认为啊 是神的力量造成了这一灾难 而且因为灾难遍布全球 所以不同的文明对其都有相似的记载 只不过呢 有些地方根据不同的灾难的现状 表述不太一致而已 第二种 发生过 但是呢 被认为是大幅的修改了 西方国家普遍推行的是宗教信仰 因为他们的民族性呢 比较弱 所以一个国家需要依靠统一的信念来维持团结 因此啊 虽然史前大洪水可能确实存在过 但是为了强化宗教性 圣经就给这一自然灾害增添了很多的神性 这样做呢 一方面可以告诉民众 宗教信仰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 倡导大家都要有宗教信仰 由此啊 便于国家的管理 另一方面呢 也可以告诉大家 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后果十分严重的 第三种 没有发生过 我们不可否认啊 任何文明呢 都是由一个鲜活的个体组成的 是个体的意志逐步统一 趋近 最终才造就了文明的产生和发展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中啊 不免就会有人性丑陋的一面 被释放出来的可能 也就是说呢 不管是出于政治目的 军事目的 还是有其他的目的 或者是偶发因素 史前大洪水呢 有可能是某些人组织集团编造出来的谎言 甚至啊 后来有些其他的文献对齐进行了记录 很有可能是抄袭而已 不管怎样 只要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一天 文明进程啊 就会不断的推进 东方西方的文明的膨胀 也会持续的不断的进行下去 但是无论碰撞的结果怎样 过程啊 有多么的惊心动魄 我们都应该明白 人类最终还是会以 统一体的形式去面对自然 如何能够团结起来 共同应对那些威胁人类生存 繁衍的挑战才是我们真正未来应该关注的事情 接下来说 甘肃出土史前淘气 表明早在五千年前 中国人已经懂得几何的运算 上世纪五十年代 在甘肃的天水秦安县 考古专家发现了大地湾遗址 在随后的考古挖掘中啊 取得了很多震惊世界的发现 比如最早的汉做农作物标本 最早的宫殿式的建筑 最早的混凝土地面 最早的人造青骨料 最早的消防实力等 以及下图养饶文化层的彩陶 上个世纪啊 专家判断呢 大地湾遗址距今是八千年至四千八百年 但是本世纪初 考古专家再度挖掘时 却又有了惊人的发现 原来啊 该遗址的人类史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久远 如今可以追溯到距今六万年史 即发现了八千年至六万年前的人类活动遗迹 至于大地湾的人类史啊 能不能再向前进行一个追溯 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研究 可见呢 大地湾是一座古人类连续活动 至少六万余年的遗址 一代又一代先民生活于私 一点一点的探索未知世界 只是一点又一点的积累了起来 终于啊 在距今五千多年时 先民们做出了一批震惊世界的淘气 上个世纪呢 学者将大地湾遗址分为了五个文化层 其中的第四层是养烧文化晚期 距今大约是五千五百年至四千九百年 在这一层的防F901主事中 考古挖出了一批奇怪的淘气 有泥质、槽状、调形盘、加细沙场柄、麻花耳铲形钞 泥质单环耳机型钞 泥质大概四把身负罐等 虽然说啊 淘气的形状各不相同 但是专家们呢 测量他们的溶剂之后就震惊了 调形盘的溶剂约为二百六十四点三立方厘米 产型钞的溶积约为两千六百五十七立方厘米 机型钞的溶积约为五千二百八十八点四立方厘米 四把身负罐的溶积约为两万六千零八十二点一立方厘米 由此啊 不难看到呢 除了机型钞是产型钞的二倍之外 其余三件的关系啊 都是十倍的递增之数 五千年前能做到这种精度 无疑让人是非常震惊的 显然呢 这是一组的凉气 至少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啊 在上古时期呢 中国已经产生了度量横的标准 这也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度量横 其中啊 三件十倍倍增的陶器 可以与古代的升斗弧相对应 可以称之为调升超斗 四把狐 因此啊 这组陶器的出现呢 再度印证了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 渊远流长 二 三件陶星融机的十倍递增 无疑反映了当时先民们 早已经掌握了石进制 这也就是世界上最早掌握石进制的实物证据 乃至当时可能已经发明了石进味直制 值得注意的是呢 世界上不少地区啊都采用石进制 但他们却没有发明出石进味直制 这是中国人的独特发明 甲骨文中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 说明至少在商代已经有了石进味的直制 古埃及从一到十只有是两个数字符号 从一百到一千万只有四个数字符号 古巴比伦有味直制 但他们呢不是石进制 而是六石进制 换言之 唯独中国人完整地发明了石进制与石进味直制 而西方直到十世纪之后才掌握了这些 三 制造容积十倍地增或者是二倍地增 造型不移的淘气 无疑需要掌握一定的几何知识 但是大地湾第四层距今大约五千五百年至四千九百年 他们的几何知识从何而来呢 显然他们不太可能能够学习自古埃及古巴比伦 似乎更有可能是六万余年的慢慢积累而来 总而言之呢 从大地湾这组淘气来看呢 上古中国人似乎要比古埃及古巴比伦 更早地掌握了几何知识 如果说几何学只是一个起源的话 那么极有可能是中国传播到了西方 即通过欧亚大草原最终传播到了古埃及古巴比伦 需要说明的是呢 早在五千年前呢 县民通过欧亚大草原已经有了经贸文化交流 比如说中国的鼠传到了西方 西亚的脉传到了东方 耐人寻味的是呢 明目清楚的黄宗熙认为西方数学中的一些概念方法 不过是对中国古代算术的窃取和修改而已 西方的几何学来源于周壁算经的勾股之学 从大地湾遗址的这组陶器来看 如何看待黄宗熙的观点 还真的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 好了 以上是本期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